而今晚间美股市长试跌 明天全球股市又会如何表现 其实不用看外资 也不用管机构 看美国总统川普他又说什么就好了 其实真的不夸张 真的最近的国际版面 都是川普在放话的新闻 起先说要课征钢铝重税 把全球市长搅得天翻地覆 还以为川普是老还丁 错了 其实他算盘打得相当惊 观察一下钢铝重税 这一招真的很高明 来看看川普最新的发文 大家才恍然大悟 这不光是给中国一个警告 还能反过来棒打加拿大 还有墨西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中可以看到 川普的贸易算盘原来就是这个 他就在这里呼吁说 加拿大跟墨西哥呢 应该要赶快和美国 来签订最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如果他们签订这个协定的话 他才会考虑要针对 加拿大跟墨西哥来取消 钢铝的进口关税 所以他其实根本不是想要和国际打贸易战 只是为了要施压加拿大 还有墨西哥赶紧和美国 持续的签订新的协议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观察到 这一招呢 其实真的很高明 而且钢铝重税到底关墨西哥 跟加拿大又有什么事呢 其中我们先前的新观点 就很早之前就已经谈到了 其实看到钢铁来出口到美国的国家呢 比例最多的就是加拿大 所以才可以看到加拿大急着跳脚 因为它输往美国的比例 有高达16% 而前五名当中呢 其次就是巴西达到13% 南韩也有达到10% 刚点名到了墨西哥 则是排行第四名 比例也有达到9% 如果他们的钢铁要上往美国的话 得要克征25%的重税 另外可以看到其实看到 加拿大跟墨西哥 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们在这也直接回敲 他们不会接受这样的要求 为什么呢 他们就拒绝妥协 表示说除非美国要免除他们的关税 否则他们会采取报复的措施 但是其实这有可能吗 其实市场上就统计了一下 加拿大跟墨西哥总共有75%的产品 其实都是直接消亡到美国的 等于美国是这两国的大客户 他们能不够不妥协吗 因此今天这三个国家将会在今晚 持续的在开会进行讨论 而到底可以要从何说起呢 其中可以看到 其实川普为什么要绕这么大的路 反而就是为了要向加拿大 和墨西哥来施压 问题就来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 在经济贸易上 川普向来都把矛头指向中国 但是为什么这次就转向对付 加拿大跟墨西哥呢 原因就在这里 川普就是认为说 他们这次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盘判 已经谈得太久 动作太慢了 但是为什么加拿大跟墨西哥 持续的抗拒呢 就是因为美国决定要大幅度收定 尤其是新增了两个条款 第一个就是增加了五年的弱日条款 就是说这个签订五年之后 就必须要再重新谈判 有可能会增加他们的经济不稳定性 再来就是 你们加拿大跟墨西哥的车厂 想要生产新车的话 就得要用北美厂商的汽车零件的比重 要因此提高 所以有可能会冲击到他们加拿大 还有墨西哥本身的汽车零件厂 这也是为什么在加拿大跟墨西哥 会针对这次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会对谈判会有一些有所阻拦的原因了 这也是